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ways of benef post 宁静小山村 突现可疑陌生男字 下面都被挖了 什么钱 买的那些污秃全部都挖起来 八百多年历史的古墓葬 究竟丢失了什么珍贵文物 被碾压的油菜苗 两排蓄向不明的车轮印 嫌疑人消失在何方 因为当时油菜截止太花了 这个就是全部压倒了一片 八年不懈追查 最后一名嫌疑人和最后两件文物浮出水面 他在进监狱之前 带为保管了两扇 就是很厚重的 很实质的就是雕刻 追踪古墓盗贼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23年6月29日夜晚 对于四川省滋阳市 乐志县公安局民警来说 注定是一个令他们 铭记在心的重要日子 他们正在把一对巨型食客 从距离县城一百多公里外的成都 运送回来 伴随着石客回归 悬在乐志警方心中多年的大石头 也终于落了地 追悔两扇就是五四石木门 当时我们很兴奋 大家都欣喜若狂 此后经文物部门鉴定 这两块大型石客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而对于民警们而言 两件珍贵文物回归所带来的喜悦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更是因为为了追寻他们的踪迹 办案人员倾注了整整八年的心血 就从2015年到2023年 整个把这个文物的案子 才算是顺利的全部的破获了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近说法》 这两块大型石客 出自四川省滋阳市乐志县 经鉴定是国家一级文物 他们在丢失八年后终于完毕归招 这八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是如何遗失的 警方又是怎么将他们追回来的呢 这一切还要从八年前的一次报案说起 瓦屋村位于四川省滋阳市乐志县石佛镇 村民主要以重伤养残为生 2015年4月1日的凌晨 村民十大爷起了个大早 去自家地里除草 却在路上碰到了两名可疑的陌生男子 大概有一个一米八高的 和一个一米六级的一个男子 然后自称自己是着谷警的 石大爷所在的这个村子不大 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留下的大都是老人和儿童 所以各家无论遇到大事小事 乡邻都会互帮互助 陌生男子说 他来村里是帮忙打警的 但石大爷却没听过 哪个村民说家里要打警 这让石大爷不禁一斗重生 而结合两名男子出现的位置 一种不祥的预感从石大爷心中生起 莫非陌生男子的到来 是为了埋藏在他家责任田里的秘密 想到这儿 石大爷慌忙往自家田地赶去 眼前一片狼藉 这印证了石大爷的猜测 果然他家田地下的秘密被人盯上了 石大爷当机立断 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2015年4月1日的上午 我们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指令 要求我们行政到现场 去进行现场勘察 进行物证提取 接到指挥中心的指令后 乐志县公安局行政大队的民警 立即赶到瓦屋村 在村民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石大爷的责任田 到了现场之后 我们就发现了 那个现场是一个通过回田 保护起来的一个木 从表面上看不出来 是一个很特别的什么古木的 可能也进行了一部分的回田 因为那个土明显是翻动过 挖了新的 责任田下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呢 通过石大爷等人的描述 民警得知 这里埋藏着一座 据说是南宋时期的古木 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村里的老老小小皆有耳闻 村民们介绍说 早在2007年时 省里的考古部门 曾对古木进行过保护性发掘 里面的文物已经被取走 在那之后 古木就一直安安静静地埋在地下 没有人来打扰 此次墓地旁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洞口 旁边还有新鲜的泥土 显然是被人倒挖了 那么这样一个已经被开采过的古木葬 盗墓人员却是为何而来 他们道德什么了呢 公安机关可能在这方面不成专业 所以我们当时也聘请了文管所的同志陪伴我们一起去 在县里文管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勘察人员小心翼翼地进入古木 让他们惊讶的是 在外面看来这个急不起眼的小土包 里面却别有洞篇 其实它那个墓就是相当于是 有两个墓 双墓 容纳成人的话 如果说是要在墓室里边加外边一起的话 是十多个人是没问题的 进入墓室后民警发现 墓室里的石棺还原封不动地放在这里 除此之外 墓室空无一物 正如民警之前了解的那样 墓室已经被保护性开采过 盗墓者此次进来 能盗走什么呢 进一步勘察中 民警在墓内墙壁上发现了异常 就发现了四周有三周的墙壁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有一面的墙壁 看着大概有12到15公分厚的一个空缺 这张照片就是当年民警现场勘察时拍摄的 墓内一面墙壁中间有一大片空缺 露出了新鲜的泥土 技术人员仔细查验发现 空缺处的墙壁边缘有不整齐的凿痕 而且这些痕迹显然是新凿出来的 民警分析 空缺的地方 很可能是盗墓人员盗走的物品 那么这里被盗走的会是什么文物呢 因为当时我们对这个墓的年代 以及这个墓的构造 我们是不清楚的 所以我们当时是什么东西被盗了 我们也还没有头绪 2007年时 负责古墓发掘的机构 是四川省考古研究院 他们应该对墓葬内的结构比较清楚 民警决定向他们寻求答案 到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之后呢 我们就给他们讲出了我们的案件 他们也很非常的配合我们 就把2007年 当时开采的一个原始资料 就给我们看了 我们就通过原始资料 就能看出那两个空缺的地方 是像我们现在的门一样的东西 经过咨询和对比 民警了解到 墓壁一面空缺的地方 应该是两对大型石刻墓门 墓门的厚度约15厘米 宽度约1米5左右 高度则有2米左右 古代的墓门在墓室中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古人相信通过它们 能起到护佑墓中的功能 尤其是在规模较大的古墓中 墓门都会经过精心雕刻设计 具有相当高的文化艺术价值 我们当时就问了它的价值 价值教授说 如果是它们保存比较完好的话 一般来说文物的价值 还是比较高的 应该是国家二级 或者国家二级以上 因为当时我们了解了个信息之后 我们破案的压力就更大了 通过走访专家和现场勘察 警方确定 被盗物品是两对大型的 石刻木门 而且应该是国家二级 或者更高级别的文物 这引起了当地警方的重视 他们迅速成立了 专案组侦破此案 那么是什么人 盗走了这两对木门 他们又是通过什么办法 将巨大的实质木门 转移走的呢 巨型石刻是如何被带离现场的 发现了我们一个 就是车辆的一个印记 当时我们通过印记判断 就是有汽车 有三轮车 凌晨三点 国道上出现可疑三轮车 当时的情况很奇怪的是 三轮车头上 旁边还坐了一个人 追踪古墓盗贼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勘察完牧室后 民警在牧室周边展开了勘察 很快发现了线索 在现场的两个牧室周边 发现了大概有七八种 不同品牌的烟头 我们就在分析了这个可能 就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一个人通常只抽一个品牌的香烟 然而牧葬旁边的油菜地里 有七八种不同品牌香烟的烟头 民警初步推断 现场参与盗墓的人数在七八人以上 这应该是一起团伙作案 随后 勘察人员在距离牧室周边 两三米处的位置 还发现了很多的矿泉水瓶 接近两件的矿泉水的空瓶 所以说他们在里边 就是实施盗掘的过程 第一时间是很长的 第二就是人员是众多的 作案人员多逗留时间长 看来盗墓人员有备而来 且做了充分的准备 那么他们最终是怎么将食客 从作案现场拿走的呢 民警询问专家后得知 每块木门的重量 都应该在千斤以上 盗墓人员很难轻易地 将他们带走 现场一定会留有相关的痕迹 果不其然 勘察人员在墓葬一侧的土路上 发现了线索 土路很窄 就是特别的窄 然后两边的那个油菜 因为当时油菜截止开花 那个就是全部压倒了一片 油菜地里 有一排长长的被压倒的油菜苗 像是拖刑重物碾压造成的 这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这个宽度和墓内丢失石客的宽度接近 盗墓人员应该是从这里将石客拖走了 警方沿着拖横的方向 继续向前勘察 离现场大概几百米到一公里不等的地方 有一个有一个料厂就在路边 我们就当时就发现了有停靠 有停靠汽车的新鲜印记 时隔八年原来的石料厂早已经变成了现在这片农田 民警当年侦查到石料厂时 因为石料厂已经废弃 民警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但是在石料厂地面上发现几枚新鲜的烟头 和现场有相同品牌的香烟 的烟头大概有十枚左右 香烟的品牌和墓葬周边留下香烟的品牌相同 民警分析盗墓人员盗走墓门后 应该是先将他们拖行到了这里 他们接下来去了哪里呢 民警继续在石料厂勘察 又发现了两排新鲜的车轮印 这是当年民警拍摄的勘察照片 经过辨认民警发现 这是两种型号不同的车辆留下的车轮印 包括我们在现场周边的有一个石料厂 然后发现了我们一个车辆的印记 当时我们通过印记判断 就是有汽车 有三轮车 嫌疑人很可能是在这里 通过三轮车或者汽车将墓门转移走 他们接下来会去哪里呢 遗憾的是当年的石料厂周围没有监控 无法通过监控查找线索 民警只好再次扩大勘察范围 现场下面就是国大 国大的一头就通往我们现场 通往我们那只现场 另一头就通往税林 税林暗居区 所以说嫌疑人要从现场离开 把文物运走 只能走这条路 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距离石料厂大约200多米远的地方 就是一条国道 国道的两边分别通往热治县城和临近的税林市 嫌疑人的车辆究竟会往哪个方向走呢 民警调取了案发前后时间段 这条路上到热治县城和税林两个方向所有的监控 果然有所收获 4月1日凌晨3点多 在通往热治县城方向的监控中 出现了一辆红色三轮车 经过仔细辨认民警发现 三轮车上有疑似被盗的木门的物体 而且凌晨3点多 一般不会有村民出来做工 民警综合分析后认为 这辆三轮车很可疑 通过时间和前后车辆的特征 我们在分析这个东西 这个三轮车就有可能是 当时盗掘古墓拉走东西的那个三轮车 红色三轮车去往了哪里 是否还有其他作案车辆呢 民警顺着这辆三轮车的行踪继续追查 发现其他三辆可疑车辆 分别是一辆面包车和两辆小轿车 他们在相同时间段和三轮车几乎是在同行 这四辆车虽然有前后的差别 但是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出来 在一行的路上的时候 他们时间的交叉点 还有他们在相互之间的那个来去的路线的时间 几乎都是一致的 民警围绕这四辆车展开调查 根据道路监控 他们先后查到了两辆小轿车的车牌号和车主 在围绕车主的调查中 两个可疑人员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这两个可疑人员分别是刘某和郭某 民警调查发现 盗墓案发生前 两辆轿车的车主分别把车借给了刘某和郭某 案发时 正是这两人在使用车辆 而耐人寻味的是 这两人又长期从事股玩方面的生意 那么他们有没有参与盗墓行为呢 民警调出了二人的照片 请报案人辨认 他的照片交给了那个 我们当时报案人 报案人实际上因为只见了一面 他也不能完全肯定 他说就长得很像 经报案人实大业辨认 刘某和郭某应该就是 他报案前遇到的两名 自称来村里打警的陌生男子 面对两人的重大嫌疑 民警立刻展开调查 在他家面遁守的时候就发现 时不时的就有人到他家里面来 来了之后呢 可能就从他家里面运营一些东西走 通过进一步调查 马民警发现 刘某近期和当地的多名石匠 来往密切 我们被盗物品的搬运 需要比较有力气的人来运输出去 这个就非常的吻合 多方面来看 我们基本上就锁定了 这个姓郭的 姓刘的 周边这一群石匠是犯罪嫌疑人 从确定被盗文物到发现钻线厂的蛛丝马迹 再到排查可疑人员 在一步步抽丝剥茧之下 犯罪嫌疑人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经过一番部署之后 警方决定展开收网行动 13名犯罪嫌疑人先后到岸 丢失的木门能否找回 那个垃圾可能堆了两三米高 我们侦察员开始就一袋一袋的 垃圾往外面清 DNA比对发现 现场还有第14名犯罪嫌疑人 现场由于颜头中提取的了 一个维子命的DNA 这个人他们是不知道他的信息的 追踪古墓盗贼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015年的6月27日 民警在刘某和郭某家中 分别将他们抓获 刘某和郭某到案后 另外有11名犯罪嫌疑人 先后被抓获 或者到警方投案自首 他们大都是当地的实将 在犯罪嫌疑人郭某家中 警方搜到了金属探测仪 密度探测仪等专业盗墓工具 经过询问 郭某承认了自己的盗窃事实 而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刘某 也交代了 其中两块木门的藏匿地点 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垃圾厂 我们到了现场就堆了 那个垃圾可能堆了两三米高 我们侦察员开始就 一带一带的垃圾往外面清 清了之后就发现 用布用其他的东西包裹得很好 在刘某家附近的垃圾厂 民警发现了藏匿在这里的两块木门 而拆开包裹木门的棉布 却令现场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两块十克已经断裂成了六块 它主要是炒得很久 然后就具有研究价值 好 这个把它定 主要是 我们的意思是 主要是 艺术价值 研究价值 研究 主要是研究就是 当时的历史 历史文法 切断了过后切成三块 就肯定就对这个文物的价值 是有一定的损失 经过鉴定 断裂的十克木门 属于国家二级文物 文物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说 如果不是十克木门被切割 其文物价值还会更高 那么 这一对木门 是怎么变成了六块的 犯罪嫌疑人 又是如何实施犯罪的呢 据犯罪嫌疑人刘某交代 他听说乐志县石佛镇 有个宋代古墨 曾两次出入现场裁点 在发现古墨内有花纹石刻后 他又找来了董航人郭某和张某 再次偷偷下到墓中 查看木门的石刻花纹 当时下去看的时候 他们下去看 当时看到没看到东西 然后都有 想想不过了 又跑去一看 手进去摸 有一个缝缝 摸到一顿就吞吞巴刹了 但是那才老店的 这次上次写一集就看 才看到一点就吊吞一下 看到了如此精美的时刻 几人当场就下定决心 偷盗 去了两次 快到那个两次 头是去的时候 那个石匠带的那个钻子 不行不好用 然后就走了 就第二段程去 带着钻子去 这两块被破坏的时刻 刘某等人盗取了两次 第一次因为工具准备的不充分 没有成功盗取 第二次 刘某等人准备了一些工具 再次前往古墓 利用了两个夜晚的时间 将两件五式石刻打成了六节 搬运到了三轮车上 运回了刘某家中 然而由于石刻木门被切割 卖的价钱并不高 短轮没了油管 油管了我 那一对只卖了一万多块钱的 那一对石碑你分了多少钱 我分了三千 这唾手可得的利益 冲昏了两人的头脑 他们决定对古墓里剩下的 那对石刻木门下手 为了保证其完整性 犯罪嫌疑人刘某 郭某 和另外一个同伙张某 又从周边请了十名十将 并许诺支付媒人 一千元的报酬 我们被盗物品的搬运 需要比较有力气的人 来运输出去 有了上次销售赃物的经验 这一次准备盗掘古墓时 刘某和郭某还带了一名买家 决定盗墓成功后 直接由买家将木门带走 2015年3月31日晚 刘某 郭某等共14人 来到乐志县石佛镇 他们先把车停到了 国道旁的石料厂 其中三名犯罪嫌疑人 在车上等候望风 11名犯罪嫌疑人来到了古墓边 开始偷盗剩余的两块石刻 一次 一晚上就去了十多个人 他们把人找好了以后 一晚上就去下来了 经过将近一个晚上的盗掘 次日凌晨 刘某 郭某等人 成功早取出了两件完整的石刻木门 并将他们拖至三轮车上 此后 交由同行买家拉走了 给人买了四万一 实际上只买了四万 等于还多签了一千块钱 等于说签一千块钱 这些的 哎呀 签点眼前的事 你费了好多钱啊 我费了一万多地点 因为卖了四万一的 你分了多少钱呢 那分了六千块 根据嫌疑人供述 同时对照现场勘察结果 警方认定第二次盗窃 共有14名犯罪嫌疑人 除了已经盗案的13人 还有一名嫌疑人下落不明 也就是他带走了两块 完整的五世时刻 从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凸显出来的人当中 就没有反映到我们在现场 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他们是不知道他的信息的 由于团伙集结的临时性 刘某和郭某都不知道 那名同行者的准确身份 在此后的很多年 警方一直没有追查到那个嫌疑人 被他带走的两块十颗木门 也一直下落不明 然后我们在整个八年的时间当中 一直没有放弃 就是说是对案件的当时 一个误证的一个清理 以及就是说是对案件细节上的 一个就是分析研究 这个倦重已经就是翻起 翻得卷起了毛边 在追查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同时 司法机关对已经到案的 嫌疑人的审查工作也在进行中 刘某 郭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 先后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经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 刘某某 伙同 郭某某 张某某等13人 盗掘古墨并贩卖文物获利 经鉴定被盗掘的古墨为宋代墨藏 其中的两块五十颗为国家二级文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328条的规定 应当以盗掘古墨藏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2015年11月12日 刘某 郭某等13人 因盗掘古墨藏罪 被四川省滋阳市 乐志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 景小龙教授 欢迎您景教授 景教授 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的目的是 盗掘文物 最后被认定为盗掘古墨藏罪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 会被认定为盗掘古墨藏罪呢 我国的刑法当中 是没有盗掘文物罪 这个具体罪名的 举例来说 本案当中的犯罪嫌疑人 刘某和郭某 他盗掘的是已经出土的 并且陈列在这个博物馆当中的文物 那他所犯的罪呢 就是盗掘罪 而其实呢 这个郭某和刘某 他们获取这个文物的方式是什么 是盗掘古墨藏 所以呢 他就涉嫌盗掘古文化遗址 古墨藏罪 那这种罪呢 他侵犯的课题 是一个复杂课题 一个是国家对于古墨藏 古文化遗址的管理制度 还有一个呢 就是国家的财产所有权 我们知道这个珍贵文物 是归国家所有的嘛 犯罪嫌疑人在盗掘古墨藏的时候呢 多少都会对文物造成毁损 那么这种行为 会不会成为他们以后 被加重处罚的情节呢 对文物造成这种损坏 它是不可逆的 因为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嘛 所以呢 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盗掘古文化遗址 古墨藏罪的一个处罚 还是比较重的 并且呢 这种犯罪呢 它还是一种行为犯 还不是结果犯 就是只要犯罪嫌疑人 实施了这种盗掘的行为 就构成了本罪 那至于它有没有道德这个文物 有没有对于文物造成破坏 只是对它的量刑 是有意义的 那我们国家刑法第328条规定 犯盗掘古文化遗址 古墨藏罪的 如果有下列四种情形之一的 就要被判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说是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那我们说一下这四种情况 第一个呢 就是盗掘已经确认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盗掘集团的这个首要分子 那第三个呢 就是多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墨藏 那第四个 就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墨藏 并且盗窃真贵文物 或者造成珍贵文物损坏的 你看这第四种情况 就是本罪的一个加重的情节 至此案件的侦破 有了阶段性的进展 不过本案显然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名犯罪嫌疑人 以及两块古墨门的去向未知 两块墨门是否依然完好 那名犯罪嫌疑人究竟是谁 现在又身在何处呢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跟随警方的调查 揭开更多的真相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也感谢景小龙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